- 精加反 好了 今天加碼我們來替這個八神安跟金卡法 金加反 做金屁分析幫他們翻一下身 他們這張兩張卡牌到底強在哪 到底強在哪 注意看好了 我們先看第一張卡牌 八神安 第二招之前有分析過了 Max版的那招有分析過 今天分析的是里百八十八九杯 虽然说之前有分析过 它是一张工具人的卡片 它控场两回合 但是人类提升2.5倍 但基本上它放群黄队的机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简单来讲 它就是两回2.5倍的增伤卡 重点是什么 看好了 重点是什么 注意看我左上角的状态 注意看好了 注意看好了 看到没有 看到什么重点没有 2.5倍带到下一回合 有哪一张增伤卡 CD7 两回合 2.5倍的 两回合还带到下一关 注意看 这是这张八神它特别特点之处 所以你只要不把它当作工具卡来使用的时候 拿它当被弓卡来使用 非常强的一张卡 非常强 对 了解了 有着单回合单一个卫服在那边累积 它还可以带到下一回合 而且两回合2.5倍 所以这张是八神的追加分析版本 它强在哪边 八神其他的看起来很鸟鸟的 就是这张强 除了控场还可以两回合2.5倍 人类增伤 但大部分放在拳王队 了解 没有 这样知道八神怎么玩的吧 八神 你要拿它当增伤卡就这样玩 对 没有 无条件两回人类2.5倍 奥丁还要左右两支牌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而且它CD7哦 它CD7哦 OK哦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 右下角按个喜欢 订阅的旁边 还有个铃铛按下去 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 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 我是平民百姓 OK 哦